大院都有一亩地你知道吗 然后手里都可板着了 大哥也是 就贼板着 然后散偶的 然后姑娘老支持了 头儿多大腿 六十六 那你一斤多大腿 我说五 那啥意思 你是想去陪给看看吗 我同学 还能陪人一起去看看 我问我个大人瞅不瞅 看看那儿问问你 王大队们想养活需要 他比你女的大成岁 我想看看那儿 他就慢慢看着我 你想看看这个大哥 你想争取一下咱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大妈来邻居家穿蚊子 了解到人家 相信对象的条件后 就开始茶饭不思的惦记上了 来 让我们先认识一下 这位魅力老头 董大爷 今年六十六岁 年入四万元 家有四间大老房 儿子叫我上长春待下去 姑娘叫我上德国待 我说我死我都死这个 我说哪儿也不去 有的人女孩 就都是怕老爹收老伴 你妈妈这姑娘 这咋老给喘呢 我这没找这些 多十一八岁 咱们农村就有十一八岁的 像农村有那个妇女 能上外边就老忙了 干活了 人缘好那样事 见了人 人人不多嘛 我都托他们 我说就给我爸找个老伴 我说去找个农村 咱十一八岁 没有那样事的 我妈没五年 今儿还没五年 给我爸找了妇年老伴 我早下决心 我就上你们的节目就好了 真的 我昨天我给他说了 我说你可真是不怕磕着 这啥磕着呢 你这姑娘啊没招 我说磕着啥呀 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是吧 人家都别人过别人的日子 哪有跟我消你啊 你自己把日子过得舒心呢 你才对得起你自己的生活 年轻人有爱情 年岁大爷也得有爱情啊 那年轻人连老婆都是人嘛 这话说的还真就没毛病 不管什么年龄 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都需要爱情的滋润 能够得到儿女的理解和知识 大爷喜上眉梢 把红娘迎进屋后 大爷的贴心小棉袄 又开始推销起老爹 瞧瞧我爹自己装修的房子 我就是不来手似的 他自己说 我这么大份留钱有啥用 自己拿把锤帮把墙全跑了 等我都新装的自己装的 一根柴荷不少 一根柴荷不少 我不说到我家就想复杂的 没气罐 别翻锅就完事的 咱们不烧火不烧柴荷 不烧柴荷 我全是没气和店 除了居住环境优越 大爷煎炒烹炸更是不在话下 而且花起前来更是慷慨 小日子过得真是骑驴旺子坐轿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就是我爸煎炒烹炸都会 我爸做啥都好吃 以前我妈活的时候 逢天过节我们要都回来 都是我爸做 我们这块就是消费比较方便 就是前面你公路下来那块 就是有一个大的超市 杀猪十里八村的远近闻名 他家那个杀猪 可猪肉可好了 我爸杀猪就去 雪肠 雪肠大骨头 隔几天买点大骨头 完了一整自己买个肘子 炖上了 完了我爸说那我不吃干啥 那我没啥 不扣 一点不扣 你说全是猪肉吗 全是猪肉里边 你看 全是肉 我这干啥事 第一全是肉 我们家姑娘这点就是放弃 我爸 你家想吃啥买啥 我姑娘到来不电影 这点他给干啥 吃不电影 现在老人总留过河钱 完了我爸是不留 我爸是啥叫过河钱的 到我老了到时候你们就给我一罚 更换事了 是啥不用 能想得开 想得开 泱泱滑下笑为先 李仪志帮竟为首 大爷一共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前段时间因为一次感冒 更加坚定了儿女为大爷找的老伴的决心 可大爷这头还是有些顾虑 我爸说的 哎呀那你都要钱 我说的不得那样 也有像你这一样的 是吧 要钱咱们毕业也有保障 咱们说这个意思 你不能干啥 那钱你把钱提到钱 你要不提钱 我得多给你 没得我俩人看看你 我得先要要多钱 我说不看拉倒 其实我爸不想要一啥演员 就是普普实实的 咱农村的过农村生活的 是吧 你要是农村的 他能喜欢过农村生活的 就跟我爸俩 这不挺好吗 母亲去世的这五年 儿女们给大爷张罗了好几个老伴 最终都是因为钱没能牵手成功 大爷说了 不是咱一毛不拔 关键荷尔蒙还没分泌出来了呢 就提前这也太心急了 你要真跟我实意实意的 你就说你不要钱 我得给你钱 咱们得说实的 两个人你说是不是这种事 也像你来咋来的 咱们说这个意思对不对 你当保护 你给我保护这些钱 你当保护这些钱 那么过来 你就说这个是意思 哎呀 就是吃喝穿 就是我得这么说 我不能说保证 就是我对这个阿姨 像对我自己妈妈一样 因为她没生我没养我 但是我能保证 我对我爸啥样 我就能对他啥样 就是那个 那天他们说 哎呀 现在这老太太你都来 都说都不干活 比如说 我说她不干 她就不干 假如说我爸要同意 我爸要愿意 我爸天天给她做饭 我也不管 就是我爸乐意 啥子都行 可不是吗 真要耗得笼貌疏教 触到分上了 还分什么你我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55岁 年入两万元 同样有四间大瓦房的黄大妈 几间房呢 三间 这房子好像一筹挺多年了吧 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就不用说看房子 我就看这家具啥的 你看这喜字 这是咱结婚的时候的 对 结婚的时候的家具 对 那这照片 这谁结婚的照片啊 我姑娘的 几个姑娘 这姑娘迎儿子 那儿子结婚的照片呢 儿子还没结婚呢 那儿子今年得三十出头了 三十 啊 今年三十二了 对 那正常都应该结婚了 在农村 哎呀妈 跟外跑呢 说啥耽误了 你跑着没外够呢 这回外够了 你说 哇 这小姑娘还没了 小姑娘 就之前那时候 那儿子在哪个城市干啥的呀 这就跟外打工了 在哪块打工 长春 那个前台服务员 就像那个 出好几个了 都分了 大家条件不行 地益还少 还没有经济来源 怎么也得给他结婚呢 按照大妈家 如今的经济情况来看 给儿子娶媳妇 确实不太现实 为了节省开支 大妈决定往前卖一步 要不怎么得 我都是犯仇 你说你 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 晚上会儿 我也想开了 会儿往孩子说我 你找一个网报不当 你要幸福了 网我也高兴 说想找个啥呀 找个普普通通 本本本本本的 就是对我好 还能接受我儿子 他不反对我儿子 了解完大妈的要求后 红娘准备带大妈 去大家家见上一面室 红娘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 大姐 喂 我刚刚有个车 去看当下救我 你对他们家 大姐 真的过来了 真过来了 不是 我刚才 等会儿再录 我给他看狗 我那狗可猎了 等着我一看狗 来吧 我的天哪 大姐 你过来了 别太有眼了你 认识吗 不认识我姐 你那种东西腿不认的 东西腿不认识 我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哎呦吧 你认识大姐呀 不是 刚才你知道 就是我刚见识大姐的时候 我还跟大姐嘈过呢 我说我们前两天 刚去给你们对面那个腿 那个林大姐介绍老爸 这是我啊 但他不知道是谁 他没看过你节目 我就给他介绍去了 完了这不来的路上 我路过那儿 给打电话 这大姐一听出信 就赶紧要过来看看我了 哎呀 这家 这太逗了你 哎妈 这不是上回 相亲成功的林大妈妈 处的咋样啊 咋没成呢 你老头太能饿了 成能饿不出 得拉口的 说话听说也不好听 不是 他想要 成年打电话 别着急 不是缘分 是缘分等都挡不住 可不是吗 强扭的瓜不甜 都这把年纪了 可不能难为自己 红娘手上资源多着呢 等给黄大妈介绍完后 再继续给你忙活 他接力是哪儿 得慧的 也是农村的 也是农村的 那大哥家里 满到大院 大院得有一亩地你知道吗 然后手里都可摆去了 大哥也是 就贼摆去了 然后散偶的 然后姑娘老支持了 然后头儿都大 六十六 那啥意思 那你近的大岁 我是五 那啥意思 你是想去陪个看看吗 还能陪人一起看 瞧瞧林大妈的这小表情 几个意思啊 得拉还是回家吧 今天可不是咱的主场 好吧 这个就姑娘了 我们这姑娘 先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一个是董喜军 董大哥 然后黄茂芬 黄大姐 这俩姓的还挺像的 这俩姓的还挺像的 这姑娘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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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姑娘太支持了 有的姑娘反对 有的姑娘反对 你这姑娘的支持不是吗 这一点挺好玩的 你惊得漂亮吧 你们傻 你们傻 他们傻了欢迎了多钱了 从头上就欢迎了 两人见面后 热情浩祸的董大爷 活面无表情的黄大妈 形成鲜明对比 什么情况啊 是没瞧上大爷家的院子 还是没瞧上大爷这个人呢 一进院 咋都不丑大哥呢 别远了 差在哪你就觉得 哎呀不是丑 这四十岁 这像七十岁似的 这心里脑不舒服了 毕竟我年轻嘛 这我咋说呢 是吧 搬着一搬 干咋是吧 一搬就干咋 我不挑 就是好汉 你这样跟花 不跟你过意才撑 着实没想到啊 这俩人是八个微博做一桌 水也瞧不上水 说实话 这俩人站一起 还真看不出 十一岁的年龄差 落座后 爸妈又开始搞事情了 不能拿啥 嫁过来 我不能把我儿子冷 这个是第一点 给他十岁 不能嫁过来 不能嫁过来 要是假如说要行的话 让我爸去 是这个意思吗 去的嘛 给你爸去 去完了 等我儿子撑着家 完了我们愿意的茶 愿意回来 再回这儿的 也行 这么也行 我是这么打算的 我不能真的 不能等我儿子冷行 毕竟他没有父亲的 回这儿不也一样 对我刚刚说 这不也是家吗 你俩成家了 他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了 这毕竟不是自己家伙 大妈 过分了 凡事的有个度 优越感可以让人自信 但是过度自信就不太好了 最好是到厂门过去 不行的话 往这儿过来 过这边也行 我考验一下 看他啥形态 看他这个人品怎么样 那如果他要看着这个人的 他就可以过去 但是你站在大哥的角度想了吗 咱俩今天见面 假如我是大哥 就半个小时 他能有多在乎你 多相中你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考虑过 我这有这个自信 我必须有这个自信 那你跟我说说 你这个自信 是从哪儿来的 我年轻 我能干吗 你觉得年龄方面 你是个优势 对呀 真是使个浪掉 腊八粥里 你是算得早 还是算得逗啊 自个长来的 重在参与的样 还想拿捏人家 真是蛤蟆跳进冲锅里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五个孩子 我四股你一个儿子 就说在我要到厂门 我姑娘就怎么样 别说我还不跟你 我就硬给我照顾我爸 我也不可能 让我爸到厂门 那不就是 埋着我们儿女呢 你儿女养不起老爹来 上瘾家了 你就别说我家这条件 就匹着这条件 差 我也不可能 让我爸到厂门 那别考了 这么大事 你大这么大事 那不送到大姐吧 走吧 妥了 还没闹两句就被送客了 这不是使个浪 赶上个拉西的 白来一趟吗 相亲结束后 就在红娘回去的路上 突然又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刚才在高速上 然后吧 也打电话也听不清 我就下高速 马上就给你回话了 我问我 我给大家瞅不瞅 看看这儿 为什么你 往那这儿能想养活 就要是 他比你女的大成岁 我想看看 他就能不能看着我 就是你想 你想看看这个大哥 你想争取一下呗 嗯 不是 那你是从啥时候 有这个想法的呀 今天等你来回来 有这个想法 那你今天为啥 在大姐家的时候 你不说呀 我说那谁挑一行 这根本就不是那种事嘛 得 明天红娘又来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